全民丁佛 真上一杯茶端给总统蔡英文 107岁高龄的黄德成老先生 身体依旧相当健壮 自己煮开水 冲泡茶叶完全没有问题 重阳节前夕 总统蔡英文来到嘉义县水上香探室 黄德成百岁人类 热心服务相礼 担任领长长达40年的他 也忍不住对蔡英文比赞 直说顾台湾就对了 嘉义县百岁人类人数 今年首度冲破百人大关 截至9月底嘉义县老人比例 也已经达到20.17% 高居全台之冠 而住在嘉义县六角旅城娘 今年刚满100岁 得知总统前来相当开心 总统来你有欢迎吗 你有欢迎吗 百岁高龄精神奕奕 人老心不老 子孙随时陪伴在身旁 心情愉快才是长寿的秘诀 我先送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